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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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ky這個好市芋頭糕 加了很有意頭的蠔豉材料 每種色澤鮮明飽滿 加上野味的臘味 好似臘腸、臘肉 令芋頭糕增添一份甘香美味 首先要先蒸熟蠔豉 為什麼要蒸熟呢? 因為蠔豉是比較容易變的食材 加點水 為什麼加點水呢? 因為加點水, 用薑蔥的味道 才可以釋放 沒錯 一來可以釋腥 二來也可以令蠔豉更香 大概蒸它 水滾之後 大概蒸它15分鐘 浸一層水, 讓它容易去到那層衣 特意去到那層衣? 是呀 因為浸衣在高度, 其實沒有很好吃 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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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半寸 切碎 切碎 不可以摘到, 太細細的話 就咬不到 所以一定要切到大小 來咬到大小就最好了 這個我蒸15分鐘 我要爛一點, 待會打融 這個蒸10分鐘就短些時間 因為我要它不要太爛 等一下我還要混合芋頭粒 去蒸芋頭糕 所以還要咬到芋頭的口感 好,做芋頭蓉蒸15分鐘 芋頭粒就10分鐘,不值得吃最好 加少許油,不用太多 因為本身臘腸、臘肉都有油 把所有配料放進去,炒一炒 炒香了,炒到聞到香味就可以了 做糕不少的芝麻粉,先放進去 加少許生粉,生粉是令到糕身比較硬 有些胡椒粉,五香粉 五香粉是想糕的味道更香 是的,有糖和少許鹽 在液體方面,很多人只會用水 所以加少許雞湯,令糕做出來的時候更濃郁 比較滋味一點 開的時候,慢慢逐少加下去 下完雞湯之後,就可以加水 不要急,因為整個粉漿要完全融化 不要把粉漿粒粒 這樣做出來的糕會比較均勻 比較滑淨一點 比較滑淨一點 分兩、三次這樣,把它弄好 把它弄好 把它弄好,把它弄好 對,放進去 就可以把它弄好 把它弄至完全幼滑為止 在煮這個步驟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個很容易黏 因為芋頭本身的澱粉也很重 所以一邊煮的時候要不停攪拌 按照你這樣說 其實做整個好市芋頭糕 最要留意就是這個步驟 對 千萬不要讓它焦和黏底 對,一邊煮一邊攪拌 讓它不要黏 它一邊煮的時候,它一邊會稠 因為裡面有芝米粉、生粉和芋頭融 這是兩個步驟 開始煮到結實的時候,加這些配料 加完它之後,再煮一點 它會更加稠一點 對 好,差不多了 好 你幫我把材料倒下來,行嗎 好 好,沒問題 好,可以倒上芋頭了 好 一氣呵成 真的 對 倒下去之後,再煮一會 讓它更加稠一點 除了結實外,它還開始有黏性 看到嗎 嗯 我真的要煮到連一點水分 對 全部都很黏性 對 煮到這樣就差不多了 結實了 然後把膏底放進去 好 好 這個可能要撒一點油 對 因為它很黏的,我慢慢把它敏平 要讓人知道是蠔絲焦頭糕 當然 我們可以放上去 還有,放一下底膏才蓋上去 如果家製的朋友,記得先拿出來放涼 對 因為如果裡面溫度高的時候 它始終都有水蒸器 其實也有倒汗水 你包著它便會避免它的殼水滴進去 對 好 小心,這個最高難度給你了 這個真的要給你了 有點熱 好 好 很重 大火蒸它 一個小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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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